大家好我是小草月 非常感谢我的频道40万订阅了 从10万订阅的时候 其实就有观众非常期待Q&A系列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那这次呢也募集到了1700多个问题 我全部都看完了 虽然没办法一一的回答大家 但是我挑了几个大方向来回答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吧 一天打多少次手枪 这一个问题呢 是我频道中最多的按赞的一个问题 既然大家那么想知道 我就认真的回答 其实平常我都不在家里打 我大部分都是跟朋友晚上出去外面 一次打个10发左右 就是那种夜市有没有射气球那种 你是直的还是弯的 弯的偏左 请问小小草有超过3公分吗 有超过很多 影片有打过草稿吗 还是想讲什么就讲 其实大部分的传说对决影片都是额外录音的 不过我没有打草稿的习惯 大部分都是当下想到什么 就会想要跟观众分享 或者是有一些技巧观念 想要告诉大家的时候呢 就会直接录进去 不过呢通常一个传说对决10分钟的影片来说好了 大部分都会有40到60个录音档 并不是一进到底的 所以其实还是会有很多口误啊 或者是发音不标准 或者是我觉得 这个观念没有表达的很精确 观众没办法明确知道的话呢 我可能就重录 请问要如何一本正经讲干话 其实我录传对决配音的时候 我还蛮认真的耶 就是 我是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是什么 可能你们觉得我现在回答这个问题也在讲干 就是当下我可能是发自内心觉得这样子录音比较好的时候 我就会直接讲出来 想要请问草爷在影片中做解说的口才是有经过特别练习的吗 这个应该是老观众 草爷是我之前在比赛的时候 很早之前人家开玩笑取的一个绰号 然后录影片的时候也是经常NG很多次 所以其实录很久 然后传说对决影片啊 不包含打的过程 从片头开始制作啊 到中间就是有快转啊 然后装备奥义 再加上音乐 然后配解说 最后结尾 其实弄一弄也要大概三四个小时 然后就要开始想这个万恶的标题 还有这个缩图要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个影片 大家会喜欢会想要看 有时候甚至想缩图标题的时间 都快要比制作影片时间还要来的长了 有女朋友吗 是小葵吗 有女朋友但不是小葵 是草嫂 但实际上我还没有结婚 之所以大家会称呼草嫂原因 是因为我以前在直播的时候 有开那个视讯镜头 然后镜头内有经过的时候 观众就会直接称呼草嫂 然后后来就久而久之 大家都这样叫 跟小葵告白 其实我们还算蛮常聊天的 因为生活上工作上也蛮多交集的 所以我就直接敲他 然后问他睡了没 他说还没怎么了 我说刚聊完 还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没跟你说 他说好怎么了 我说其实我喜欢你很久 你会接受吗 你们知道他回我什么吗 他居然直接回我三小 然后就直接说我在拍影片吗 所以基本上这个问题 他其实也知道就是 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 所以他不会觉得 我会跟他讲出这样的话 一讲出来就非常的不合理 就算我跟他说我很认真也是一样 他就觉得我认真在拍片 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 告白失败 好不好 可以重现草嫂告白的那一幕吗 其实我必须要跟大家说 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 不会有人拿着巧克力 还是什么鲜花之类的 然后走到女生面前跟他说 我喜欢你 你可以跟我在一起吗 然后他就点头说 嗯 我也喜欢你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 这种情节只会发生在动漫 还是偶像剧 所以如果你还单身的话 你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子做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 彼此聊过天觉得互相有好感 然后一起出去玩啊 吃饭或看电影什么的 然后这个小手收呢 就自然而然的牵起来 这样才是正常的好吗 草叶除了游戏以外的兴趣是什么 其实我除了玩游戏之外 最大的乐趣跟热爱的东西 大概就是美食了 如果你有常在Follow我的FB或IG的话呢 就会发现其实我常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觉得哪些东西很好吃 然后在实况上会很常分享 推荐给大家好吃的东西 剩下大概就是比较静态的 像是听音乐 然后看看电影 常常看你吃好料都没有变胖 是怎么维持身材的 其实我是直肠子 所以吃完东西之后呢 就会直接跟他say goodbye 草叶什么时候拿到第一份薪水的 其实我没有打过工 我第一份薪水应该不算薪水 算奖金 是我去参加跑跑卡丁车的现场比赛 最后拿到了第三名 然后是现金两万块 然后这两万块呢 就变成了我人生第一次花自己的钱 去组了一台属于我自己的电脑 请问跑跑卡丁车 这款游戏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其实如果要认真讲的话 可以讲个三天 这个游戏是在我国二的时候 2007年大概1月5号的时候出的 国二的这个时间点对我来说 其实就是一个在玩耍 然后没有任何的人生概念 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然后也没有认真做过哪些事情 让自己觉得很有成就感 很有目标 有方向感的事情 但是开始玩了之后呢 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玩这款游戏的关系 你们也知道如果你当你开始玩一款游戏 你真的很喜欢的时候啊 你会非常沉迷 然后很热爱去钻研他的游戏里面一些技巧啊 观念 打赢别人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种成就感 但是我觉得最主要呢 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认识了一群朋友 这群朋友就是我当时的车队队员 然后由于游戏呢是没有分年龄层的 所以从各式各样的行业啊 像是一般的上班族啊 或者是修车员啊 甚至呢还有小朋友跟我已经一样大的这个叔叔在玩卡铃车 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一些人生经验谈啊 或者是社会历练等等 还有一些作文处事的道理啊 真的帮助我那个时候的一些思想成熟了很多 从那时候开始我才真正有认真在对待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个算是我人生中比较大的一个转捩点吧 后来成为卡丁车职业选手也是 毅然决然的就是要下定决心把它做好 为什么当时职业赛打完之后转职当全职YouTuber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念头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玩游戏 从刚刚那个问题就可以知道 所以如果我能够将热爱游戏的这个兴趣变成我的工作 然后让我有收入的话 这样不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吗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兴趣玩游戏这个有趣的过程 你们看得也开心 同时我又有钱赚两全其美的一个好方法 小草把兴趣当作职业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呢 又该如何去维持那份热情 其实所有的职业所有的工作 都有它困难跟它辛苦的地方 所以当你的兴趣变成职业的时候 虽然它可能会不像当初就是纯粹兴趣的时候这么有趣 可是至少它也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觉得这至少比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纯粹为了钱来的好很多 小草是从一开始就在当电竞选手 还是先前有其他职业 如果其他职业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踏入电竞界的 当时我其实住在高雄 我老家在高雄 然后我在高一下学期的时候 那时候是2009年的时候 我自己一个人转学到了台北 加入了卡林车的职业队伍 这算是一个蛮重大的决定 和我妈讨论完之后 决定朝着自己的兴趣和理想去做 而且我有自信能够做好它 并且是我当时人生中最认真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了 不过当然当你下这种决定之后 你就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不管结果是好是坏 然后这个坏的的问题呢 马上就来了 这个请问当年U1的阴影小草走出来了吗 观众真的是很会问 其实在电竞60冠军赛输掉的这个事情的看法 我已经有在另外一个影片讲过了 还蛮多次的 如果你有兴趣想听的话呢 我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而言 反而算是另外一个起点吧 想一下当时我没有打卡丁车了之后 我就去当兵 当完兵之后我才迈向了英雄联盟的职业选手 之后呢 才成为了实况主 在接触到了传说的工商之后 现在才在这边跟大家聊天 听起来好像也不错 所以如果当初的冠军赛赢了的话呢 说不定你们就看不到这个QA影片了 这个逻辑正确 然后这个问题也是有点沉闷 换个有趣的话题跟大家聊是 我其实有一个有一个危机百科 很像是那个什么历史人物有没有 然后里面记载着我各个时期做的事情 然后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也不知道谁帮我做的 我觉得很酷还蛮屌的 如果你也想要看的话呢 我放在下面的资讯栏 职业电电选手一天怎么过的 基本上呢所有的时间你都坐在电脑前面练习你的游戏项目 剩下的时间呢就是吃饭洗澡睡觉 当选手时放假都在干嘛 其实那个时候我基本上都是放假的时候都在耍费跟休息啦 真的是没有什么心意去做其他事情 因为真的太累了 比赛前的作息是怎么样的 那时候比赛啊如果是晚上八点比的话 我们基本上大概四点到五点多的时候要到比赛现场 之后书画然后抓头发以及这个比赛电脑的设定 之后呢我就会睡觉 让我自己的大脑充分休息 这样子我在比赛的时候我自己的判断力才会非常集中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呢其实我没有在想比赛的东西 我有时候在想说自己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 避免自己手抖 最值得骄傲的一段时间大概是打赢每场比赛的时候吧 一彎的阴影难过多久大概三年 才会可以讲讲在TPA的那段职业时光吗 其实那时候我刚加入TPA的时候是以职业队的练习生进去的 那时候才刚打到台服的英雄联盟精英 但是对于英雄联盟的职业选手来说的话 台服的精英基本上就垃圾般的存在 台服的精英呢基本上只等于韩服的大概赚二赚三 而一线的英雄联盟选手都有韩服精英大师等级 所以进去的时候其实压力还蛮大的 有很多值得学习进步的这个方向 然后当时呢我们有一位韩国教练 那时候呢他真的教了我非常非常多moba的一些战术观念以及游戏上的细节 哪怕是一只小兵要不要吃要不要拉他的位置 都影响到你可能10分钟20分钟后的一个战况 算是让我大开眼界吧 也让我见识到当时的我有多么弱小 也非常谢谢那个韩国教练吧 不过很可惜的是呢 当我逐渐拉近跟一线选手之间的差距的时候 当时TPA呢由JTEAM战队接手了 而JTEAM找了另外一个TIP上路 并没有给我任何机会 如果我想要留在JTEAM的话呢 我当时就必须要转路线 不过并没有转 而是去了其他职业队友去测试 不过呢有时候职业选手并不是 简简单单的一两句说 我还想打 我想要为了我的梦想去拼啊干嘛的 要考虑现实面的东西啊 然后以及当时的合约 其实没有谈拢 所以最后呢就决定一暗决暗的放弃了 继续走选手这条路 然后呢就来开实况了 耶 所以每一段的旅程结束都是另一段新的旅程的开始 我觉得算是不错吧 说不定那时候如果没有结束的话 我说不定现在就不会打传说对决了 就没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聊聊天 跟大家在这边分享今天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 有机会做更多类型的游戏实况吗 能有电脑手机PS4等等 会 虽然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这也会持续做 那如果你是我频道里面特定观看某些游戏的观众啊 如果你觉得有趣的话呢 不妨也可以看看其他游戏的类型影片 说不定你会喜欢 那么今天的40万Q&A就先到这边结束了 有任何问题呢 我们在下一个Q&A再回答给大家好不好 但是呢 不要再问我什么手枪 还是什么夺长之类的问题了 那么今天影片就结束了 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拜拜 拜拜 by bwd6